可疑的寶傷 欸 失敗 70%捏 法師哥布林 16滴 我們直接把他給秒掉好了 有點帥氣 早安呢 我們現在要玩的是魔導少年的遊戲 他其實出了好幾款遊戲 只有出在電腦上面 有出在手機上面的 這款是接下來下禮拜 才要出的一個新的 漏歌卡牌加戰鬥格鬥類型的遊戲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就是大家玩過的那種類型 只是節奏更加的快速 就玩起來是蠻棒的 不管你是粉絲 或者你單純喜歡漏歌卡牌類型的遊戲 我覺得這款遊戲都非常的推薦 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魔導少年的漫畫或動畫 我非常非常喜歡 尤其他的前作聖石小子 他是少數我漫畫看到標類的欸 如果你有看那一部就大概知道我在講哪一段 喔 那個 骷髏那一段真的是讓我覺得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有點笑笑的激動 你講到這兩個字大概就知道了吧 如果你有看過那一部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不管是聖石小子還是魔導少年 這兩部都非常非常推薦 那這款遊戲我們剛才說了 就算你不是粉絲 玩起來其實也是蠻棒的喔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他的試玩比較短 你有興趣是也可以自己下載來玩的 然後在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幫我們按個讚 那樂的推也麻煩大家啦 那如果今天這集看完了 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說說 或是你也可以講講 最喜歡魔導少年裡面哪一個角色 來囉 它裡面的劇情跟動畫 比較沒有關係 裡面的人物是會出現啦 但它的故事劇情是原創的 而講到我們跑到了一個 欸 地底的城裡面冒險 就地下城冒險喔 然後我們被收回了能力 我們必須要把能力慢慢的回復回來 然後這隻貓是裡面的主軸 快跑 哈哈 經歷了無數冒險和戰鬥而沉迷的魔導士工會妖精椅包 某日工會底下突然出現了一道神秘的大門 你說吉爾達茲失蹤了 那茲是我們的主角 然後旁邊這個貓咪哈比是他的吉祥物 也算是主角群的 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其他工會好像也有人下落不明 雖然吉爾達茲應該不太需要人操心 不怪是有一點在意啊 吉爾達茲是工會裡面最強的男人 好說回來 這東西究竟是什麼 看起來很可疑呢 有好像有什麼東西跑出來了 什麼鬼 又被吸進去了 他跑出來了 我們是一起被吸進去了 你看 這裡怎麼會有瓦肯 火龍的 怎麼了 魔法 死不出來 哈 剛才是你幫了我嗎 謝謝你救了我們 啊 那個 你們該不會是納茲跟哈比吧 你認識我們嗎 我叫做拉比 他們應該有親戚寬事我在想 我最近在找一個突然消失的朋友時 有個裝異質的魔導師剛好路過 從魔物的手中救了我 那個魔導師幫我抿開了魔物 並在離開時叫我去找妖精尾巴 他跟我說有個一頭 粉法之那隻 藍色的貓咪只是哈比 你說裝有一隻的魔導師 難道說 難道說說到這邊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每一句都有講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的demo真的比較短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劇情好好的看過一遍 但不得不說遊戲真的還不錯喔 所以你不要看到我一直在那邊講 只是重複他上面那個對話 那個字幕 你就想好拖了 你就把它關掉了 那你如果覺得太拖的話 是可以直接切到中間各鬥的地方 我覺得是 戰鬥的部分真的還滿棒 是吉爾達茲嗎 拜託你們了 納茲哈比 請幫我找找我的朋友 不妨找到亞瑟 我知道了 然後咬嘴巴好痛 包在我們身上吧 謝謝你們 話說回來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用大地的造型魔法所建出來的迷宮 這個迷宮會掠奪入侵者的力量 當這個提灯的光芒消失時 便會有強大的魔物來襲 所以得趕在那之前找回失去的力量才行 你知道怎麼拿回失去的力量嗎? 要事物發生魔法 要碰到強勁的魔物來襲可就麻煩了 我總覺得被奪走不只使用魔法能力 所有可以跟魔物戰鬥的手段都被奪走了 所以我們要在之後慢慢把這些能力給回復 什麼? 這樣萬一有魔物來攻擊我們的話 放心吧 卡納 你怎麼在這裡 卡納也是我蠻喜歡的角色 卡納是工會裡面的酒鬼 酒量最好的一個人 我還蠻喜歡他 是說你們剛才提到無法使用魔法啦 你可以使用魔法嗎? 我的魔法卡牌可以正常使用 太不公平了吧 總之你聽好 這裡不只可以使用我原本就有那些卡牌 似乎也可以製作出新的卡牌 我已經將基本的體術放進了卡牌中 你們只要使用這些卡牌就可以跟魔物戰鬥了 不過只用體術的話應付得了魔物嗎? 嗯 那條圍巾 你說這個圍巾嗎?很不錯吧 是我爸給我的 那條圍巾怎麼了? 哇 喔喔喔ść! 隨便啦 這是 印常在裡面 思念之力顯現出來了 這樣的話 成功了 獲得新的護身符 這是肉革裡面藏有的 那個遺物類的東西 哇然後就可以有新的卡牌之類 像這個 開始攻略時會有火龍的鐵拳 跟火龍的鉤爪 這下我們就可以用它來戰鬥啦 我會繼續追尋吉爾達茲 同時將散落在迷宮各處的魔力轉換成卡牌 你們就一邊回收卡牌一邊跟上吧 好 我們出發啦 哈 就夠了 喔 這是裡面蠻重要的 這本書是記憶魔導書 是在迷宮中找回力量時必備的魔法道具 不過只要怎麼使用 詳細的使用方法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他的新手教學吧 其實我已經看過了一次 兩次了 這是我第三次重拍 為什麼第三次重拍呢 第一次是因為我覺得我們還不好 第二次是拍發現他的試玩其實沒有很長 所以我想說好 那我們就重新全部來重拍一次 畢竟魔導少年是我蠻喜歡的一部 遊戲本身也做得不錯 是值得好好拍一下的 在一個迷宮裡侵襲了重度的魔物 只要有人侵入者經過後 他們就會發動攻擊 各樓層都潛伏著魔物的頭目 守護魔獸 在提燈還可以發揮的情況下 守護魔獸不會攻擊我們 不過提燈的效果有限 每次移動都會節省光芒 當光芒變成零時 守護魔獸便會發動攻擊 所以在納茲強要儘快儲回力量 意思是說在變為零之前找回納茲的力量 這段的意思就是說左下角那個數字到底 我們這一層樓就會結束 然後怪物會強制 就是頭目會強制跟我們進行戰鬥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選擇路徑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再讓守護魔獸攻擊不成反被打趴就行了 OK 這邊是教學我們要跟著走 可以拿到魔水晶 然後順帶一提 行動時不要往回走 以免碰上守護魔獸 喔 往回走會直接碰到王 應該是 我是絕對不會回頭的 迷宮中有各種各樣的房間 我們看一下我們可以休息 然後切換這邊是商人 可以買道具跟卡牌 這個是強敵 呃 強敵打贏的話 他會升得比較多的樣子 然後這裡有機會出現各種事件 還有可以獲得魔法卡牌 再來這個魔水晶是我們拿來解鎖技能需要使用的 大概就這樣子 原來如此 話說回來我們拿到魔水晶了呢 魔水晶是一種蘊藏著魔力的神秘礦石 只要使用這座迷宮的魔水晶和記憶魔導書 並可學習技能 試著使用魔水晶來獲得技能吧 首先要打開記憶魔導書 這裡 這邊是 左邊是我們現有的魔法卡牌 等一下會看到他的戰鬥 一次就是抽四張 右邊是技能 但是他在那個魔法卡牌的放置方式 不像是我們尋常露哥卡牌類型是放在下 他是放在我們角色旁邊 就有點像是 呃 技能藍的感覺 像玩RPG的技能藍 還滿有趣的喔 來試試解鎖這個技能 好 成功獲得 他可以完美阻擋 行動 會受到零傷害 這股湧上來的力量 我覺得自己好像變強了 技能有助於我們跟魔物戰鬥 然後 有些是可以使用的技能 然後有些是額外的提升 來 然後還有 我覺得遊戲裡面有個滿有趣的是 連擊的部分 幾張卡牌合在一起他會有連擊 然後 還可以來中斷某些敵人的進攻 我覺得這部分設計也滿有趣的 以下的能力說不定可以擊倒這隻魔物啊 試試挑戰看看吧 來 LATTLE 娜茲加油 我先來說明一下畫面中的各個項目 這個是體力 這個是魔力 魔力每回合都會恢復至最大的值啊 戰鬥開始時會先從魔導書隨機拿到四張卡牌 使用卡牌需要魔力 而每張卡牌所需的魔力不同 OK 我們先照他的順序 我們再按一輪 GO 然後他就會直接上去格鬥的感覺 有沒有像是RPG 其實他更像RPG 還滿有趣的 確認一下魔物的行動 魔物的行動可以在詳細戰況中進行確認 但就沒有那些什麼魔力值啊 SP之類的 他每回合就是固定會回滿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還滿有趣 好 然後詳細戰況按R 可以看到他準備做什麼事情 好 這裡使用防禦卡牌擋下敵人的攻擊吧 主打喔 可以在右上角看到 還有什麼類型的 像這個他就是防禦7點 來 節奏還滿快的 等一下我們實際進入完 你會發現節奏真的還滿棒的 發動技能後可以讓我們變長一段時間 魔物跟自身狀態都可以透過詳細戰況來確認 OK 這是我們的能力提升持續三回合 那我們繼續發動攻擊吧 包在我身上 來看看魔法卡牌的說明 我好久沒有全部照著他的那個 下面的字幕去講了 所以你們也知道我努力想要把這樣 這集 豐富一點啦 應該這樣講豐富一點 因為他這個 demo真的小小的偏短 但 雖然說偏短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這個短短的演示 其實就已經把這遊戲的魅力給顯現出來了 所以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長按卡牌 這裡可以看到他是輔助型的 然後用完之後 會再額外加4的攻擊或防禦 所以我覺得輔助牌的效果沒有到很好 對 因為他還是要花一費 然後 因為他只有3點能量 所以你看像這個加4 這個傷害本來就10了 然後這個16 所以那個加4 不如你多選一個攻擊技能 但因為有些是兩費的卡牌 魔物的體力減少了 試著發動技能連鎖魔法 啊 這是我剛才講到的 當有機會發動連鎖魔法時 卡牌將會發光 來 這還蠻帥的喔 帥炸 成功了 不愧是納茲 達到魔物後會獲得魔水晶跟道具 然後體力是直接加最大的體力 就是越打你血會越多 道具的氛圍可以隨時可用的道具 和戰鬥時才可以用的道具 來 前往下一個房間吧 這是拿寶箱 寶箱可以拿到卡牌 寶箱只能三選一 所以選擇使用慎重考慮 來 魔法卡牌有三種類型 然後攻擊 輔助跟防禦 透過魔導書可以查看以獲得的魔法卡牌 這邊 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效果 然後這邊是我們可以 右邊是我們可以提升的 鐵燈光盲快要消失啦 守護魔獸即將到來了 追上來了 準備好了嗎 還蠻有感覺的欸 哇 真的還蠻有感覺的 他的角色 怪物繪製的方式很像那種 古老的日式RPG 對不對 很像齁 是這個樓層的守護魔獸 甲友納茲 欸 更換看看攻擊目標 先解決他吧 來了 我們可以取消 這個魔物有必殺技 必殺技 仔細查看他的必殺技 發動條件來做出應對吧 發動條件可以在詳細戰況中進行確認 就是他必殺技的條件是 發動連鎖魔法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連鎖 欸 連技啊 連招 要是手牌有火龍的勾爪就可以發動了 但是現在沒有 我們可以消耗體力使用重新抽牌 重抽後會被捨棄選中卡牌以外的手牌 OK 看我的 這樣 重抽 然後拿到火龍的勾爪啦 重新抽牌的功能算很方便 那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過度使用會讓體力減少至危險狀態 接著使用齊具的卡牌發動連鎖魔法吧 來 受到的傷害上升 這個是我們在魔法術裡面可以去點的東西 用完連鎖技能之後 它會讓敵人更能受到傷害 或是我們的攻擊精神 還蠻多的 成功阻止敵人發動必殺技了 必殺技受阻的魔物會暫時陷入虛弱狀態 接下來又交給娜茲啦 包在我身上 我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這樣 你看這樣4 有啦 提升一點點啦 所以我們順序要用一下 好 看一下我們 這個三連擊 火龍碎牙 使目標攻擊下降 然後這個呢 這樣子 你看這個如果只有一張牌 就不如 欸還是有點差別啦 因為只有3滴嗎 來 差異傷害 其實差異不大 OK 碰 嗯 但因為是頭目的關係 節奏沒有那麼快 但平常打小怪的時候 節奏是還不錯的 因為畢竟王不可能三兩招會秒掉 成功了嗎 出現大門了 打到守護魔獸只可以補充提燈的光網量 透過新出現大門 居向迷宮深處前進吧 我的力量好像慢慢回復啦 目前看到如何你們覺得 看到現在你們覺得如何 我自己玩起來就覺得還蠻棒的 好 大概掌握到訣竅 就照這個感覺繼續往前吧 危險 直接秒殺 要是在迷宮中被打倒 將會失去所有拿回的力量 被打倒後 挑戰迷宮都必須從頭開始 所以戰鬥時務必要小心 可惡下次不會再輸了 另外 迷宮為了阻攔入侵者 不斷改變內部形狀 行動時務必要小心 不知怎麼進行操作時 隨時都可以查看幫助中的說明 Complete 新手教學結束 體驗版可以遊玩部分內容 就只有第一層 哇 這第一層真的給太少了 哇 第一層真的給太少了 他應該會有好幾個不同的迷宮才對 好歹四處一個迷宮來吧 好啦 我們這邊有寶藏可以拿 往前走吧 然後我們有10回合可以玩 來 攻擊 欸等一下 這個是我的魔法書 按錯 我剛才一下27滴 我可以直接把他秒掉欸 對不對 來 節奏是不是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對不對 蠻棒的齁 那個打擊感是蠻夠的 挑釁 使目標要受到傷害上升20% 挑釁好像不錯欸 然後這什麼 紅蓮爆炎刃 25%機率暴擊 火龍的一擊 全體攻擊啊 我們拿一個火龍這個好了 OK 你看 啊 最後一隻可惜了 然後卡牌 當卡牌收集到足夠多的量的時候啊 他還會有額外的效果 我覺得他的那個整體的 遊玩的模式 其實有他自己的東西 還蠻有趣的 來吧 這是我剛才拿到那個 全體10滴好像還好 OK 守護 守護 我剛剛的大招已經沒有拿到了 就是 因為他剛才只有教學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拿一次大招 就是拿隻連指 治療 加血 有了 卡牌超過一定數量時 可以獲得階段性獎勵 提升 角色的能力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再一個寶箱 我可以拿兩張火龍的一擊喔 拿個爆炎刃好了 OK 然後這裡是事件 可以看一下 遇到的正在探索迷宮魔導師 他好像裡面有蠻多魔導師都會碰到的 拉格薩斯欸 我剛才在玩的時候是碰到另外一個妹子 你們也迷路了嗎 這裡似乎會限制魔導師的魔力 你們小心一點 再給你們拿去吧 是不是他整個的感覺還蠻棒的 雖然說他比較偏項數一點點 畫風沒有到非常精緻 但各方面我覺得都還挺棒 挺優秀 來 可疑的寶箱 欸 失敗 70%欸 法師哥布林 16滴 我們直接把他給秒掉好了 喔喔喔喔喔 有點帥氣 如果正式版出來卡牌很多的話 那打起來節奏就很棒 喔 欸 我有 我有連擊喔 欸對耶 我有連擊了 啊 這個 技能好像 預設也不一樣 你每次進來玩好像也不一樣 我記得我剛剛 試練外套 是吧 還是我忘記了 你們也照我87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齁齁 啊 那寶箱不能拿喔 可惜咧 這邊 啊 又碰到魔導士了 是你們阿卡納 你們要是看到吉爾達茲 就要跟我聯絡一下 這個你們可以用得上 派得上用場 迷宮蘑菇 暴擊兩回合 目前我們都還沒有拿到遺物那些東西 也是比較可惜的 然後我們包包裡面可以放三樣 然後這裡 我們可以稍微提升一下 在火龍鐵拳之後 選擇火龍的劍角 會讓劍角傷害提升 但是我好像沒拿到劍角 對不對 然後會讓火龍的碎牙提升 我有火龍的碎牙嗎 沒有 好可惜喔 這個呢 好 那我們只能解鎖這個了 還滿多東西可以解了 來 回篝火看看 決定休息一會兒 我們可以附魔 還可以跟拉比對話 看一下 跟他對話可能獲得有助於攻略的情報 不要 附個魔看看好了 部分魔法卡可以在休息或試驗中 附加特性 包括提升威力、降低魔力、消耗 然後附加時會隨機選擇其中一個 看一下喔 我們這個咧 紅顏爆炎 讓你進行附魔 他沒告訴我們附魔效果會怎樣喔 欸 對耶 每經過一回合威力上升 欸 他有血還是沒血啊 哇 如果沒血的話 那你 這遊戲的 卡牌升級就有點 有點硬了對不對 提燈快要熄滅了 他追上來了 準備好了嗎 我們這邊還可以再升一次 然後因為我們有12張牌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 重抽需要體力減少 我們只要3%就可以重抽了 哇 瓦可恩 他來了 欸 喔 我們碰到的怪會不一樣欸 我剛剛玩是另外一隻啊 所以你其實demo就可以重玩個一兩次 但是他劇情可能要重跑會比較累 欸沒有 劇情是教學模式是可以直接跳過 那倒是還好齁 好 看一下2點 我們把這個 重抽一下 恩 好像沒有比較好 可惜了 來 來 喔 好痛喔 然後我這一輪拿到的卡牌 跟剛才又不太一樣了欸 OK 發動一次連鎖 完蛋 我好像沒有辦法發動連鎖 恩 對 我沒有辦法發動連鎖 不同的怪打起來又是完全不一樣 感覺他蓄力中完蛋了 欸 紅顏爆炎刃 哇 還是沒有 對 還是沒有 那沒辦法了 我們就硬吃這個傷害了 你要打我多少 阿 還在蓄力 好 欸這個我可以先留著 重抽 阿沒有 可惜了 但他是血量 完蛋 哇 我硬扛 扛過去了 對啊 我真的是硬扛 扛過去了 他這樣子12滴 好 死吧 哈哈 這王直接被踢死了 成功了嗎 阿 那這樣子其實你重玩 DEMO就可以重玩個兩三輪了 然後就會碰到不同的怪 像我剛才打的另外一隻 就也蠻有趣的 在提燈中補充魔力粒子 然後繼續往深處前進吧 我的力量好像慢慢回復了 回復藥水 OK 然後這邊解鎖完之後 就是肉哥類型的 你過完之後 他還會有新東西可以結束給你 然後這邊就差不多DEMO結束了 我覺得是有點小小的短啦 最後一個DEMO來說 但最近好像也有這個傾向是DEMO做得更加的短 前陣子有一段時間 DEMO都做得很長 你可以玩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看我們頻道裡面有好幾款遊戲都這樣子 但畢竟他還試玩啦 所以一個長度大概30分鐘內也是 蠻常有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像我剛才講 他還有其他的網 還有其他的怪可以打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下載下來玩 然後遊戲是在下個禮拜 會正式發售 等他正式發售的時候 我們應該還會再來拍個一集 然後可能會直接去把整個給通一次看看 當然我不知道他到時候正式版出來長度會多少 所以還是要到時候再來斟酌了 不管如何我覺得這款遊戲 不管你是魔導少年的粉絲 或者是單純喜歡卡牌漏割類型的遊戲 那種玩家 都還蠻適合玩一下這一款的 我自己玩下來是覺得挺棒的啦 但就是遺物的部分 稍嫌少了一些 我想可能是因為DEMO的關係 聖式版如果遺物再多一點的話 變化再多一點 然後卡牌再多一點 它那個組合技再多一點 玩起來就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有興趣的話DEMO下載 然後追蹤看一下 你如果忘記的話 反正到時候正式版出了 我們一定會拍一集再給大家看啦 好 那今天看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然後也感謝大家 容忍我今天講了一整集的廢話 一直在重複他的字幕 我盡可能把這一集弄得豐富一點 因為我剛才發現我一集拍在 十來分鐘而已 好像很空虛的一集就結束了 雖然說對某些觀眾來說 十幾分鐘反而是比較適合的長度 但我們頻道也有不少觀眾 是放著來聽 然後做點自己的事情 然後看到喜歡了 這段好像不錯 然後再確定去把遊戲給按追蹤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的把時間 拉到至少來二三十分鐘 平常是三四十嘛對不對 大概這個長度會是比較適合的一集 所以也辛苦大家陪我這樣子 把那個對話全部Re過一遍 但我相信這款遊戲 如果你喜歡的話 是值得的啦 真的還蠻棒的一款遊戲 好啦 那有空的話 幫我們按個讚 也可以留個言 然後也可以加入會員 讓我們一起玩到更多的遊戲 那我們就是下次再見啦 掰掰